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繼續再看《馬大福音》第13章 這篇有關天國的比喻 其實我們曉得 神祂自己的啟示給我們 祂的信息是一貫的 所以当我们在看十三章 其实不是只有十三章这边的 事实上都是相关的 连贯的 神 祂的心意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 我们在看旧约 一方面也在看新约 你会看到 都是一贯联系着的 那当然神自己的启示 是有渐进式的启示 特别是透过耶稣基督 父神的爱子到世上来 他就是真理 他怎么样把神自己的 这些教导启示 能够活现出来 完成出来 这当然是最大的启示 但是我们在当中 我们看到为什么 特别十三章这边讲到 他就是要用比喻 跟众人来说话 一方面比喻 听起来好像应该明白 但是很多时候 它其中的意义 我们确实需要去深思 那甚至想的 可能都还不明白 不明白的时候 就可以分辨出来 到底 我是不是想要 多一点去认识 神他所说的真理是什么 还是说我觉得 这跟我没什么关系 或者甚至这个听起来 很让人难受 不听也罢 其实他就在显露 到底我们的心态 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 时刻 是愿意来救进主 来寻求真理 还是 这跟我没什么关系的 我就是听听就是了 那 如果有机会再说 等我有退休以后再说 我需要再说 所以事实上 比喻可以帮助我们 去看到 到底我现在 跟神 我有没有渴慕认识他 愿意跟他 有生命之间的这种关系 因为我们在今天 所剩下的这几个 比喻里面 但是同时我们会看整章 事实上不止整章 我们会往前面再看 都是相关的 看看到底 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教导 是我们今天继续要使用的 也绝对不是只是当 两千年前那个时候要用 而是神的心意就是要在 每个时代 他那不改变的真理呢 原则呢 是可以在今天依然适用 或者更加需要拿来用 所以我们看 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 有几个比喻 一个是宝藏 一个是珍珠 一个是沙网 那是不是像宝 这个宝藏跟珍珠 是不是值得配变卖一切来换取 那到底是不是因为你遇到了 或者你诚心要去寻找就可以寻见 是因为都是我自己的功劳 我想要 所以我就得到 只是因为我 我的能力 我的机运 运气太好 或者是 都是别人替我做的 所以我今天有了 那这世代末了的审判 真的有吗 那如果要把这个比喻也放在里面 你可以把它改成 这世代末了的收网 有收网的时候 网洒下去 你不会就丢在那儿 如果你是渔夫的话 你去钓鱼你就放着 或者你把网洒下去 你就把网洒在那边就不管他了 你没有这样的渔夫啊 我想 江泰公 特别江泰公 他是要钓鱼 我们这个是渔网 江泰公钓鱼 鱼总要上来了 刚刚那个鱼是好还是不好 总是要决定到底要 留下来还是要丢掉 所以有收网的时候 这个世代 这个世代 有时间性的 其实我们是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是在世代的末后 那新的对象到底是谁 因为最后一段很有意思 就是主要说 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 那他的这些乡亲 从小看他长大的 你们看他的反应是什么 那这提醒什么 对我们 或者你想想看 你是好几代的基督徒 你先祖已经开始信主了 你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 可能看法跟 从原本你是信别的 或者不信 其实不信也是信 信自己 你会不会有不一样 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的 是不是他对主的认识 会不会有时候也像他的这些相亲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去思想 天国是不是真的值得你我的一切 对神的恩典跟审判的认知 审判其实包括两个部分 就是做一个公定的公正的裁决 就是审判 我们中文学校有这个演讲比赛 什么这些字典 查字典比赛等等 或者你运动员要有一个裁判在那边判决 总有输有赢的嘛 审判 你是按照神自己的心意来跟随他的 是蒙福 那不愿意跟随他呢 那你就不合适跟他在一块 就要跟他分离 那这些天国比喻带来到 有什么样的提醒跟安慰 我想我们需要的就是 主的真理其实是双面的 一方面它带来是安慰 我们很需要安慰 那我们看到这世上的这一切 出路在哪里 很多时候我们要问 我们需要安慰 安慰有盼望的当中才有安慰 那这些所带来也是一个提醒 因为我是不是在主他自己的教导里面 在跟着走 我是不是可以看到将来神他自己公正的 在判决当中 我是那一群 要蒙受神应许 我们在唱诗歌里面神是信实的 他应许是一定要祝福的这一群 还是在另外一边 所以我们看 值得变卖一切所有吗 是不是值得变卖一切所有 天国好像宝贝或者宝箱 它是一个宝箱 藏在地里 那人遇见就把它藏起来 有个人可能他去做工 他在那边做事的当中 这不是他的地 他就遇到了 遇见你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的去变卖 一切所有的 买这块地 如果你挖到一个宝藏 那以前他们是容易做这样的事 因为没有银行嘛 所以你有什么 这些珍贵的东西 值钱的东西 那你就把它藏 放在你的宝箱里面 把它藏起来 那但是如果是兵荒马乱的当中 可能你家破人亡 他远逐他就不在了 那后来的人 有这块地的他也不知道 但是你在那边做工 你挖到了 遇见了 遇见了 他一看是宝藏 再把它藏起来 变卖一切 去买这块地 你会不会这样做 我会 我会这样做 你会 然后天国又好像买卖人 寻找好珠子 他在寻找 想要找好珠子 那来做买卖嘛 我们当中当然也有不少 我相信你有做买卖的 这样的经历 或者你的行业就是买卖 在中间这些的差距 你来赚取 这中间的盈利 要寻找这个好的珠子 那么遇见 一个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买了这颗珠子 这两个比喻放在一起 重复的是什么 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去变卖 一切所有的 第一个 欢欢喜喜的 他去变卖 如果你知道你现在有的 它的价值 远远不值得 你将要得到的 你会不会欢欢喜喜的去 把你现在的变卖掉 去获取那个价值是远远超过 现在有的 还是你会悠悠愁愁的 你记得有一位 他有钱 很有钱的一位少年人 去找 主耶稣 其实他什么都做了 他守律法 主耶稣问他 他说 这些我从小都已经守了 主耶稣看他 其实是爱他 因为他至少 他是一个知道神律法的人 他也愿意遵守 但是主耶稣说 你变卖你的钱财 然后还要来跟从我 那个少年人就 悠悠愁愁的走了 悠悠愁愁的走了 因为 他有的这个 显然是比跟随主耶稣好 所以他不要把这个卖掉 不要换取 我们都是聪明人 聪明人 有什么是我值得去换取的 把一切都卖掉了 去换取的 有什么是这样的 我们一直是在追逐我们的梦想 理想 直到主他得着我们 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 原来 其实还是在更新的当中 我们持续在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上礼拜提到 有价值观 因为本质改变的 才可能有不一样的价值观 生命要有不一样 从神来的生命 才可能 我们开始 有神他给我们的真理 开始用这样的眼光在看 我们心思忆念是需要改变的 但是如果还没有的话呢 少年观就是 他有外面的行为 他是一个 应该是道德高尚的人 但是他跟主没有生命的关系 所以他还没有看见 这跟随他这个绝对不值得的 把我一切的都给了 但是这边讲到天国就像是 这宝箱 值得你把一切都卖掉 就像这个是最有价值的珍珠 值得你把一切都卖掉 接着要问的问题 这本比喻里面讲到 他是预见 第一个是预见 第二个是寻找以后又预见 那这个预见 第一个预见是恰巧吗 还是他也是去寻找 光是看那个字本身呢 他可以是寻找之后预见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我们看你们就知道 第一个是预见而已 第二个是寻找以后预见 那我们先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纯心寻找 就恰巧预见 这两个都有的呢 约翰福音这边讲到很清楚的 主耶稣他跟父神祷告 他说我要让众人知道 是你拆我来的 他在这儿的场景景呢 是拉撒路 是主耶稣他所爱的这个家庭里面 姐姐马大跟玛利亚 这一家主耶稣爱他们 姐姐也求主耶稣去医治 拉撒路快死了 就求主医治 但是主耶稣没有 现在他跟父神祷告 让众人知道 之后他说说了这话 就大声呼叫说 拉撒路出来 这已经在坟墓里了 之前姐姐马大说 他已经臭了 不要叫不用了 已经臭了 四天了 拉撒路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 手脚裹着布 脸上包着手巾 耶稣对他们说 解开叫他走 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 见了耶稣 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 你在场的话你会不会信 这边写的是怎么样 每个人都信了吗 多有信他的 所以显然神机本身呢 也有人不信 不是光靠神机人会信 好 我们再看看 拉撒路他死了 已经死了四天 你主耶稣叫他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 怎么可以出来 我们自己的光景是怎么样呢 我们 保罗他在跟这些信徒一起讲 我们 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孽当中呢 我们是放纵肉体的食欲 在前面他讲到是有空中掌权者的 这个邪灵在悖逆之子当中 在运行 还有世界来的各样的这些诱惑 放纵肉体的食欲 本为可怒之子 神的震怒本来应该在 我们这些是不愿意按照他形象所造的 这样活出来的人 我们本来应该领受的是 神的愤怒在我们身上 本来是可怒之子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我们是死掉的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一同活过来 跟拉萨路 他肉体的死亡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在灵里面是死人一个 我们还没有信靠主 不认识他的时候 我们好像是活着 没有错 身体是活着 但是我们在灵的这个部分呢 死在过犯罪内当中 是神他自己的怜悯 他的大爱 把我们从死里面 让我们可以活过来 跟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 本乎什么 恩 恩 也因着信 因着信就是借着信 它是一个 你去领受的一个器具而已 不是因为我信是我的功劳 不是 是本乎恩 什么叫恩 恩典就是我不配得的 叫恩典 父母 把诸般的好处 巴不得全部给你的孩子 不是他配得 就是你愿意给他 你就是巴不得全部加在他身上 恩典 得就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所以你说是不是 我相信要决志信耶稣啊 这不是我相信的吗 拉撒路可以出来 主耶稣叫他出来 让他可以出来 我们死在过犯罪内当中 我们出不来的 除非他叫我们出来 他让我们出来 所以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如果出于行为 事实上不止自夸 出于行为我们就糟糕了 我今天可以做得好 明天呢 没有 我不晓得 下一刻呢 我事实上我都不知道 我的心我没办法掌管 很多有休养的 可以到一个程度 但是什么时候会被激怒的 或者是会做一些 不该做的事 想不该想的事 有时候你都不知道 所以当我们看到 有人软弱的当中 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更加要小心 看到有人跌倒了 是提醒自己 我跟他差不了多少 是神他自己怜悯 在保守我们 还好不是出于行为 要是出于行为 那我们就会失掉救恩 感谢主 不是出于行为 但是 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之后 神他是在乎我们怎么活的 这个因果的关系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我有了神的生命 他让我开始 用 他给我的生命 在他的真理里面 让圣灵来改变我们 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行为来见证神 生命来荣耀神 所以是不是 不是存心寻找就可以找到 是不是恰巧遇见 我们 初出信或者还没信 可能都这样子认为 但是我们当信主越久 我们就发现 不是 不是因为我想要 就能够信 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那边也提到吗 不是从 血气 或者血生的 或者血脉生的 不是从仁义生的 我的意思 我想要信主就可以信主 可以重生 没有的 我们是属地的 从下面来的是属地的 从上头来的是属天的 属灵的 我们 从肉体来的 怎么样能够去认识这位神 除非 从神生的 所以我们提到 从生 上礼拜 信息 要从生 从上头而生 再次 生出来的 这是灵里面生的 所以不是出于行为 所以今天我如果不确定 真的有这一回事吗 可以跟神求 因为祂是那信实的神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下去 主耶稣继续在教导 祂用比喻 不是要人听不明白 但是在听不明白的当中 就看出来 到底我是不是真的要去寻求这真理 有关生命之道 我是不是想要多一点去明白 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 更宝贵的 如果今天 医生告诉你 很抱歉 我们看你的报告 这个还是第二个医生 给你的second opinion 说我们看是没有什么把握 除非 你想还有一个希望 如果原来都不运动的 说今天运动就可以帮助你 不用走那条路 那你开始运动 你要摆在最前面 我其他都要放下来 我工作时速要减少 我吃东西要注意等等 我们怎么做取舍 是不是这值得我把一切都卖掉 去换取 其实在我们价值观我们怎么去判断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价值观是对的呢 其实我还没有信主 我看看人生是怎么样 我所追求的这一切真的 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祝福啊 能够持续到永远吗 能够带来真正的祝福吗 其实不用信主我们 神还是给我们在不完全的当中 就是有罪的影响扭曲里面 我们还是知道的 当然不完全 但是认真诚实地去面对 我们自己的光景呢 我想至少至少我们知道 要是没有圣经里面 所讲的这一位神 而他给我们有永远生命 新的生命这样的应许的时候呢 那么在这一生呢 实在是没有盼望 再怎么风光 再怎么成功发达 我要是看再看远一点 再看远一点 有人问嘛 你现在拼命好好的读书 是要为什么啊 为了将来能够上好的大学 然后能够有好的工作 能够娶妻 能够嫁人 能够有好美满的风云家庭 等等等等 然后再来呢 再来呢 再来呢 最后呢 我们都知道嘛 只是我要不要诚实地 认真的 严肃地来面对 实命的事情 所以难怪 常常道者他说 那有智慧的事实上是 愿意去商家那儿 因为我们是面对 让自己去面对 真正有关生命的真实 人人都要面对这个死亡 我怎么面对这个 我如果知道将来是怎么样 我现在就知道怎么安排我的生命 怎么来做调整 为的是要走向那个地方 所以医生告诉你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可以有身体的健康 你就朝那样的来做改变嘛 那一样 今天如果 我们从神自己的启示真理里面 晓得 将来有收网的那一天 我要向大家交账 那不只是这样 我现在活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带来 给我所爱的人 其他的人 是有真正的祝福 我们好好去思想这些问题 生命的问题 那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做调整 知道怎么样安排 你我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 那我们看看 大家熟不熟 我的羊听 听什么声音 我也 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怎么样 我的羊听 听什么声音 这边世界很多不同的声音 它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那是羊跟牧羊人呢 羊听谁的声音 我不知道当中有谁牧过羊 我是没有啊 但是你家长有狗吧 狗狗吧 你 它认定你的声音嘛 在美国这边很多这个dog park 你带这些狗去 你只要吹狗哨 或者说你叫一声 你的狗会不会过来 它如果不过来 你就好好去训练你的狗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牧羊人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主耶稣认识他的羊 按着名字来认识 每一只羊 他们也跟从我 这才是他的羊 如果不跟从 那不是他的羊 你不知道我觉知啦 我信主啦 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 你说这是不是主耶稣的羊 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们 赐给他们什么 永生 永生 他们永不 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 夺去 我父把羊 我父把羊赐给我 是父神把羊赐给主耶稣的 不是羊自己找到 这个牧羊人的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 感谢主都大 谁也不能 从我父手里 把他们 夺去 如果你是在 父神 所赐的 他的爱子怀里 你要很有把握的 谁也不能 把你从 主耶稣的怀里 从父的手里 把你夺去 但是这边很清楚是 你跟牧羊人的关系 你跟父神的关系 是父把你我赐给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不是我们自己恰巧遇见 我纯心要信主 所以我信主 那是因为他让我们有这样开始的 属灵的胃口欲望 我想要多一点认识 明白 然后不只是头脑的知识 而是真正 我听他的声音 我要跟随他 如果你继续在跟随他 你知道 你是属于他的 如果你说 我十年前我已经受洗了 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 但是 你没有听他的声音 你也没有跟着他 那应该是时候好好想一想 到底我是不是属于他 感谢主 如果是属于他的 救恩不会失掉 他把永生赐给他们 不是将来的永远生命 是将来 不是是现在重生 就有新的生命 就有永远的生命 这是不一样本质的生命 不是只要存到永远而已 是不一样的生命 是从上头来的生命 是属灵的生命 这是不一样的生命 但是你要是真的信主 你有永生 要有这样的把握 我问过几个要受洗的 或者是转会级的弟兄姐妹 还有很多 可能信主久的 不一定知道我有永生 我只想将来我可能有永生 或是将来我有永生 你现在就有永远生命 如果你是真正信靠主的 属于他的 就有这永远的生命 阿们 所以不是恰巧遇见 是神的恩典 但是当我们开始有属灵的胃口 我们就看看到底 当主要说讲比喻的时候 当我对真理我不了解 但是或者我怀疑 怎么可能呢 我们是不是一个心态是 我要多一点去了解 去明白 到底神他所说的是什么 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要怎么来回应 如果我有这样的态度 感谢主 再来第三个比喻里面讲到 天国好像网洒在海里 它聚拢 聚拢各样的水族 那鸡满呢 就被拉上了 拉上了 那天使 事实上这边讲到天使 它要叫减好的 都在篮子里 桶子里 将坏的丢弃 这边有好跟坏之分 这世代的末了 这个世代末了 不只是这世界 是这个时间来讲 这世代的末了 不要这样 天使要出来 从一人中 把二人分别出来 要分别出来 我们看到神 他一开始 其实就在做分别 亚伯拉兰被分别出来 大卫被分别出来 今天神继续在做分别 在这个世代当中 他在做分别 他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他在做分别 他保守他所分别出来 这一群人 就当我们刚唱的诗歌 是从引用以赛亚书的 怎么样在旷野 开道路 是要把他自己 这些原本被掳到外地的儿女呢 神在保守当中 他们有些人 持续的跟随主 把他们带回来 这是神在做的事情 他在做这个分别 那不跟随他的 当然是另外一边 跟随他的 这是蒙他拯救的一群 把他们带回来 坏的就要丢掉 这坏的意思是什么呢 坏的意思就是 这烂掉的 没有价值的 不合用的 不适合的 如果我没有神给我新的生命 我到天堂不合适了 跟这位圣洁神的面前 我是不可能跟他同住的 不合适的 这坏的 好的 是在他的自己的怜悯当中 我们成为好的 本质上改变了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 需要主具去修剪的 因为我们还有老我的 还有淫于的 这个邪恶在了 需要主具去来修剪 但是本质 神看我们是好 因为他从主耶稣基督 来看的话 他已经成为我们的 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这已经是做好了 所以看你我 看来你是圣洁的 你是美好的 你是没有瑕疵的 我们自己看自己 也会觉得 我怎么还是这么 英文就 怎么这么糟糕 有时候就是 活不出来 有这种无力感 或者有时候觉得 我怎么又犯了 当然我们继续靠主的恩典 重新再来 继续往前走 但是在地位上面 神看我们 是在基督里面来看 对 算好的 这世代末老也要这样 天使要分别出来 分别出来 然后坏的那就丢在火壶里 丢在火壶里 火炉里在那里 必要哀哭怯齿 每次看到哀哭怯齿 都注意这是讲到末后的 最后的 跟撒旦 因为不合适跟神的 就是跟着撒旦一起去的 一直有这些的警告 不是要吓人 那是要让我们看到 总有收网的时候 或者主再来 或者我们先回 离开这世上 我们已经要 我们如果没有 照一般的俗语就讲 我要 要回老家啦 或者回唐山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说 总有回去的时候吧 有收网的时候嘛 不是他把我们收回去 就是我们 不管怎么样 你认为 你还没有信高族的时候 我从不信的 这个背景出来 我觉得 人死如灯面 那也没怎么样 但是如果我晓得 可能不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我们有很多 证据在提醒我们 有这位造物主 我很喜欢用花 前面看得见的 来做一个例子 这是真花 人造花 人造花 都想要造得像真花一样 那还是人造的 那真花 岂没有造他的 这位造物主吗 你我 岂是自己这样子变来的吗 丢在火壶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子 哀哭切子 或是丢在黑暗里 哀哭切子 这些跟之前所提到的 都有关系 第七章 十二章 这边就讲到树 这样反好树都结 什么样的果子 好果子 还好好树结 好果子 唯独坏树结什么果子 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 坏树不能结 所以他反正反他都在抢 为什么要这样讲 就是要听清楚 正面也讲 好树结好果子 负面讲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然后坏树呢 不能结好果子 所以这是本质上面的问题 不是说今天 我是好人嘛 信不信耶稣 这有什么关系呢 我总要结好果子嘛 从神 他圣洁公益的观点来看 从生命本质来看 我不是从上头生的 我就是属地的 这DNA不一样 遗传基因不一样 完不结 好果子的树 就 打下来丢在哪里呢 丢在哪里 活里 好树或是坏树 好树就结好果子 坏树就结坏果子 坏一样子 rotten 都是烂的 不合适的 没有价值的 神造我们 是为祂荣耀造的 我们在祂的荣耀里面来活 我们自己也沾了荣耀的光 我们在荣耀的神 祂的面光之中 我们蒙福 到底是好数还是坏数 好坏要分别 神至终收网的时候 就是要做分别 这从本章事实上 每一个比例都可以看得到 前面四种新田 哪一种 会结好果子的 有四种新田 同样的种子 撒在什么地方 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麦子跟拜子呢 什么是会丢在火里 有收割的时候 如果看这里面 第十三章里面 提到有很多人 一开始觉得众人 很多很多的人要听 主耶稣讲道 所以主耶稣只好到船上去 众人 在众人当中 有哪一些 是听了主他所教导的 他们会跟随 主耶稣自己的门徒 十二个里面 还有一个 没有持续跟随主的 我们接下去 待会会看到的是 他的相亲 这些相亲当中 到底又是怎么样 都指得去 好好想想看 这信的对象到底是 是啥 你我所信 其实我们都是 有信心的人 只是那个信心的对象呢 不一样 我没有信耶稣以前 我信的 当然我现在信主之后 很多时候还是在 这个旧人 还没有被 完全更新当中的 一样的光景 就是我信自己 我信自己 至终是我要判断 这个值不值得信 还是我再做决定的 但是我们看到 从这篇经文很清楚 耶稣说完了 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 来到自己的家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如果他说比喻 就是要人不要明白 他继续教训人干嘛 他教训人就是 愿意人会去思想 但我听不明白 我怎么办 甚至他们都稀奇 他们听到稀奇的 这人或者这思 这家伙 他其实没有用人这个字 他只是用个代官词 从这个上下文 你可以看 你把它发生 这思就更有它的味道 就是看这家伙 从哪里有这种智慧和异能 一方面他们看到 他是有异能 他有智慧 但是另一方面 这个家伙 这死 你想 你要怎么样来回应 你看到一个 你从小就看他长大的人 但是现在呢 你看到他有这个智慧 有这样的奇妙的能力 这是不是那木匠的那儿子吗 那个木匠我们都认识 那个儿子我也知道 他从小是在那 大概他们那个小镇 就是这么一个木匠 就是那个 约瑟那个木匠 他的这个长子 那个 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 那弟兄们不是叫雅各 约西等等 犹大 所以我们看 有雅各书 有犹大书 绝数的弟弟们 后来信主了吗 绝数还在说 还不信他 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 看他从小长大的 所以你看 他至少四个弟弟 他妹妹们 我不知道多少个妹妹 所以至少六个总有吧 下面他是老大 玛利亚是不是童真女 当然是 但他之后有没有生孩子 当然有 不是一直童真女啊 不是童真女到永远永远 不是的 他是童真女生 从圣灵受孕 生了耶稣基督 没错 但是这边看到四个弟弟 还有好几个妹妹 百分之百的人 从小看他长大的 搞不好他 小朋友在做什么事 他们全部看见了 这是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 哪里有这些异能智慧呢 他们就厌弃他 如果从你家乡 有这样一个人出来 你从小看他 看到他 你也明白他的家世 他不过是那木匠的儿子 他也是个木匠 你认识他的家人 但是今天他有不一样的智慧跟异能 你会怎么看他呢 你所看到的 我所看到的只是他是人吗 还是会看到 可能这个是不一样的人 但是这么看到是 他们就厌弃他 或者因他跌倒 其实跌倒是因为自己 我有我的判断 我觉得这不可能的 或者是恰巧的 或者谁告诉他 他就是说这些 所谓的智慧的话 我们自己会做各样的判断 所以当我们看到 拉萨路从死里复活 就多有信他 他肯定不是每一个信他 你我都有自己的主张 那我会不会看到 这是值得把一切都卖掉 去换取的 这是光无生命的事 确实值得的 我要愿意来跟随这位主 我这一生的生命就不一样 我走的路是不一样 我活的目的是不一样 我的帮助也不一样 我所看重的 所看的 可以改变的 这样的不信 主耶稣他是怎么样的回应呢 耶稣因为他们不信 就在那里 不多行义能 行义能不是只是为行义能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有什么 特别的一些所谓 他有特异功能 或者说他是 有 很多时候是医病大会 如果 医病大会帮助我们 越来越信高 主耶稣 感谢主 圣灵确实可以医治 医治人 但是如果这种大会特会 你参加之后 你说我就是很喜欢参加 让我很受激励 但是生命没有越来越亲近主 越来越让主用 跟随他 那你知道 不太对的 不对的 他们不信 就不多行义能 之前提到 主耶稣在教导 不要把生物给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 丢在珠前 恐怕 他们践踏 践踏珍珠 转过来还咬你 不是给它好吃的 他们认为这个是对它无益的 有害的甚至 如果你听了福音 十字架的道理 你觉得 岂有此理 你说我是罪人 哪有这样的事 你的心里觉得很反感 哎呀 不来也罢 我这个时间还有做别的事 所以说想不要把你们珍珠 丢给那不能够领受的 所以在希伯来说 那边提到了 这边所引用的是讲到 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 神应许是给他们有个应许地 他们能够进去的 但是 神的话其实就是福音 能够信靠神的当中呢 就可以进去应许地 但是他们呢 对这么讲 有福音传给我们 像传给他们一样 传给他们 只是所听见的道 与他们无异 他们已经听见了 神的话 对他们确实没有帮助 没有益处 神是要他们能够进入那 应许美好的 流浪与密之地 能够有神的祝福的 这样的全员之地 但是呢 听到的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信 没有这个信心 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所以神的话传讲的时候 你要有这个信 要有信来承受 不然对你没有帮助的 甚至不觉得帮助 反而你的心越来越硬 所以我们提到 反正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呢 那有的都要拿走 好的 跟你更多 你愿意的跟你更多 好的部分在成长 你坏的部分减少 反之亦然 所以主耶稣不是 不愿意把他的道 给世上的众人 所以他在讲比喻 其实是让人能够听 但是去回应思想 我喜爱连续 不喜爱祭祀 我来本不是遭义人 乃是遭罪人 康健的不用找医生 有病的才需要找医生 我是不是看到自己 是需要他来连续我的 我是不是看到我需要 这位医生来医治我 问你是我没有看到 其实我们信主了 很多还是需要主继续 来修剪改变的 我没有看到我还是需要 大大的面前 这两个瞎子找主耶稣的时候 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 主啊我们信 我们信 主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 照着你们信给你们成全了 他用信的对的这个器皿来量 来承受 不像他的相亲 因为他们不信 主耶稣就不多行义能 当然我们也知道 我们在我生病 现在是不是我信主耶稣 你一定医治我就医治 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讲过这一些 或者听 都不同的听道里面都听过 圣经是要看整本的 保罗他自己 为身上的刺三次求过主 但是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所以有主自己的意思怎么教导 但是很清楚知道 凭着信 这才是对的良器来量 所以为什么 蒙福的是那些灵力贫穷的人 如果我看自己是义人 我看自己是康健的人 你不会找医生的 你不会找 这位主耶稣他是 能够帮助我的 你不会找他的 就像少年的官不会的 我都做了嘛 还跟随你 把这些卖掉 全部变卖给穷人了 不可能 你听到天国的真理 会不会去把所有的一切卖掉 要得到这个真理 跟主的生命能够发生关系 蒙福是那些灵力贫穷的人 因为天国是他们 他知道自己是贫穷的 我这个好像听我不太懂 但是我知道我渴望 神啊求你帮助我 感谢主是他有这样的应许 我们跟他求 他愿意的 所以他是有怜悯 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他喜爱连续 不然他就不用来了 我们很快四月 我们有受难节复活节 就是在纪念主 他就是那位怜悯的人 他才要到世上来 好 让我们有机会 在他呼召的当中 他不是召义人 乃是召罪人 我们可以成为他自己的儿女 这用什么凉气凉 也不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 这一节经文我一直在用 这是主自己的教导 我们怎么用这个凉气 神自己的真理怎么样能够 他的恩典 我们怎么样能够承受呢 我们没有这个对的凉气 不可能承受的太多的 或者甚至没办法承受 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神宝贵的应许 我不明白当中 来到主的面前来求 直接跟他求 他是灵 他是灵 我们在唱诗歌 我们说愿意 今天就在那边遇见你 神是无所不在的 你在家里 你突然有这样的感动说 神我想多认识你 你就跟他祷告 他在那边 你就可以遇见 在车里面开车 神啊我需要 我需要认识你 我这生命 我已经到中年危机 我不知道再下去是 到底为什么而活 神啊求你开恩 开恩 可怜我这个罪人 跟他求 寻找就寻见 祈求就给你们 破门 就给你们开门 问题是你有没有用这个凉气再凉 还是说 哎呀我都看透了嘛 就是这样嘛 人生就是这样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因为地上有盗贼啊 有这些 虫会咬坏的 你不知道股市会怎么样啊 即使都很好 能够存到永远吗 只要寄财宝在天上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也就是你的宝藏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你的宝藏在哪里 你看看你现在 在积攒的是什么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 就是他的宝箱里面 他在存的东西 善人从他的宝箱 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 二人从他心里的宝箱里面的恶 就发出恶来 我心里面有个宝藏 我在存的是什么 是越来越有神 存他自己的 比如圣灵酒果这些都可以的 越来越有神的生命跟性情等等 还是我在存的是 恶人所存的发出来就是恶 善人所存的发出来就是善 我这个宝藏到底是在藏结什么 宝箱到底藏结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 五十一节五十二节 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 就像一个家族从他 宝或是库里就是宝库 这都是一样的字 宝库里 心里面这个有个宝藏 埋在地里面那个宝藏都是一样的 要从你这个宝库里面拿出 新的与旧的东西 新的是全然不同的新 这个是本质上面不一样的 不是今天把它翻修的 重整的 不是 这是新的 神给了新的生命 神给新的启示 我们要把旧的拿出来分别 把它丢掉 不好的要丢掉 因为我已经信主多年了 更是需要主帮助我们 原来新旧都不分的时候 很多时候旧的继续 在霸占上风的时候 那我们生命没什么改变 我说我真的是信主需要 把我心里面的保障 我心事意念 主要求你圣灵继续帮助我 把这好的坏的分别出来 坏的要丢掉 新的从你来的 要保持 要继续 求主加添 你的保障 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要你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需要更新变化 不然我们就被世界继续在通化 这是不变的 没有中立国的 属灵的原则 不尽责对是一样的 叫你们查验和为神的善良存全和喜悦的旨意 所以我们如果越来越多把神他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存在我们的保障里面 那我们生命可以活得不一样 更好的见证这位美善的神 请大家一起念 一个人 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饿这个 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 亲那个 能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马门就是财力 或者我们想说可以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 但很清楚告诉我们 不能 就是不能 要取舍 不能 完全一样的来爱同一位主 不能的 你有两个太太 两个都一起爱 完全一样的爱 神知道我们做不了 所以只造一个太太 给亚当 请大家一起念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 玛丽亚 就扶扶拜那小孩子 揭开宝盒 拿黄金乳香墨药 为礼物 献给他 你有没有这个宝藏 有没有这个宝贝 要献给主的 我想请师母 谈一下 这有诗歌我们唱过 主啊我到你面前 我们的宝藏真的可以 值得主耶稣的 把命舍的吗 我们的宝藏 值得吗 要不要把这个宝物献上 把宝藏献上 主啊我到你面前 献上我的今天 献上我的今天 我的身体 我的一切 献上当作我心 主啊我到你面前 我愿意同定是家 如今不舍我活着 我愿意同定是家 因我知道 你是神还活 我只为你而活 主啊我到你面前 献上我的今天 愿我一生 望你愿纳 成为你的幸运 愿我一生 望你愿纳 成为你的幸运 我们要用信心的良气才能够看到主耶稣 祂当然是百分之百的人 但祂是百分之百的神 神的国之前的比喻讲到好像面笑 好像芥菜种 要用信心才看见神的国之中要成为何等的 好多的人能够在当中被主来得着 因为我们师母在弹琴的当中 我们自己个人在神的面前来回应 末道 您是在寻求的 你也可以自己在神面前来呼求 甚至你可以在我们都闭上眼睛的当中 你可以举个手 您向神自己表达 只有神自己看见 愿祂成为你的那好默认 您听祂的声音也跟随祂 救主赐福 谢谢 感谢观看